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學生有什麼特殊的背景 他真的沒有 他手術是主持醫師做的 所以那個新聞標題寫說 他手術這個不是事實 真的不是 因為他已經今天很豐富 所以讓他刷手上去當第三助手 在旁邊可以就近寬摩 他手術是主持醫師做的 所以那個新聞標題寫說 他手術這個不是事實 真的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規劃是 醫學系進來的第一年 就會有可能先到手術室 可是每個學生的安排是不一樣的 有些是先到門診 有些到手術室 甚至有些到營養部 到藥劑部都有 他必須在醫院裡面各個地方去 去輪流去觀摩學習 所以不一定是不是會進手術室 可是現在的醫學教育 希望越早接觸臨床 他可以體會更多 所以這一些同學我們都安排 可以一年級 他學會基本的無盡觀念之後 他就可以進醫院裡面學習 開刀房 那個大家會認為說可能都要到 大四大五 或大五大六的時候 才有機會實際上做到醫師的這個第三助手 那我們是想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傳聞當中這個學生他有一個特殊的背景 那我說讓他大二就進到開刀房 實際接觸到這個病人是不是跟他的特殊背景也有關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學生有什麼特殊的背景 他真的沒有 因為我們不是這樣考慮 而且所有的學生都有這個機會 都是一樣的 如果去問承擔醫學習的學生 每一個學生都是公平 有這個機會 是不是多數的大二學生都有這樣子的機會 不是 那個是要現場的主治醫師去決定 他有沒有這個能力 而且也不是每個都可以刷手 不是的 那個是要他有經過足夠的無盡訓練 而且要刷手被判斷說這個是可以的 就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我們來要刷手 我們來刷手 我們來刷手 從哪一頓 就是可以的 沒錯 我們來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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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 一個 你的 我來刷手 我們來刷手 這一邊 我們來刷手